今天的中国乒乓球队训练馆内 十个队员争夺四个席位 听起来就很惨烈 上场前22岁的人浩在拉伸着身体 15岁的牛冠凯 则在听着教练刘志强的点拨 因为他妈妈是我表姑 所以就是表弟嘛 比较紧张的 毕竟是亲兄弟吧 然后就但是自己就是在场上 怎么说吧还是要拼起来 然后场下的话 他还是我哥哥 表兄弟之间的比赛 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 牛冠凯也是因为表哥仁浩 喜欢上了平方球 本次升降赛也是牛冠凯 与表哥仁浩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交锋 两人一度将比分打成了2比2平 进入决胜局后 牛冠凯比分始终领先 并最终以11比3获胜 这样牛冠凯就以3比2 战胜了表哥仁浩 就自己还是有点摇摆吧 有点就是不太敢去赢那种感觉 但是就是后来自己还是就是就是 被追了两句以后下来喝水的时候 也在想就是要有点自信 要敢去赢才行 因为就是就是必须要敢去突破自己嘛 然后就坚定坚定下来的 然后出售也比较果断 然后出售也比较好 就要看我来的 我先试过去赢了 我先试过去赢了 我先试过去赢了